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来拜师的弟子们都会得到观世音菩萨和卢君洪师父的加持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帮助全世界的佛友破迷开悟脱离苦海改变命运 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 我们更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菩萨精神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跟着师父同法立身 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在此也衷心的感谢 为本次盛会心情付出的义工们 佛友们 以及来自世界各国共修祖的同修们 再一次感恩大家 卢君洪台长慈悲 心系众生 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 就完全放弃了所有休息的时间 接连几天的见面 接见 拜师 开示 没有一刻停息 红法组委会考虑到台长的身体状况 而且明天还有两场解答会和见面会 所以都希望台长能够休息一下 恢复体力 但是台长心中只有众生 只有大家 台长说 大家这么远来一次不容易 有那么多的老伯伯和老妈妈 不远千里 就只是为了看台长一眼 台长到了香港 是为众生而来的 台长再苦再累 也要让大家接受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让佛光普照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学佛人实实在在 学佛人就是要用在生活当中 生活就是在学佛 学佛就是在生活 所以过着每天过着佛一样的生活的人 他就是佛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各位高僧大德法师们 来祝愿 也感恩 那么今天呢 观世音菩萨又有了 一千五百个佛弟子 我们明天呢 是五月一号 下午呢 是正式的 正式的 给大家呢 做开示 那么 台长呢 也准备了 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因为呢 还是很多的人呢 都是台长的弟子啦 有学佛的人啦 所以呢 台长今天跟大家讲的呢 就跟明天呢 又有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今天呢 把有些很好的 很精彩的东西呢 先提早告诉你们 那个 我们说啊 首先呢 恭喜众生 恭喜我们所有的佛子 然后呢 因为菩萨又加持 我们的天上又多了上千朵莲花 我们要让莲花越开越茂盛 让莲花开变全世界 你们就是莲花的种植人 常言道要战胜自己 要战胜欲望 才能成为自由人 如果一个人整天被自己的欲望 所疏勃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 他永远走不出去 他永远不是自由人 真正的自由人 是有高境界的 是有学佛的 是能够懂得人伤我痛的 是懂得慈悲的 是懂得大慈大悲的人 所以 佛 我们说佛 在人间的佛 他的感情 他和他的理智 是我们说 理性上升的最高境界 所以佛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 命 要记住 命有己作 每个人的命好命坏 实际上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很多人从小就会作孽 从小就自己不当自己一回事 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还是那个样 是自己作孽 自己受福 也是由自己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懂得惜福的人 他就能够享受到福 我们懂得能够尊重人家的人 我们就能够得到人家的尊重 我们懂得种瓜得瓜 我们懂得种福田的人 他一定能够享受到福田 那么台长今天 要告诉大家一点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首先 在27号的时候 就是台长第一天来的时候 你们已经有很多人参加台长一个小法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当时有一个人说 卢台长 我跟我的儿子过来了之后 我的孩子生了重病 进了医院了 现在在抢救 当场就有他来问我 叫卢台长看图腾 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台长就在法会上说 我给他加持 他没有事的 第二天就能出来 他第二天就出来了 现在没有事 我们说 台长喜欢以事实说话 台长喜欢跟大家讲 今天在加持大家的时候 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今天我告诉你们 台长在给 就是昨天给大家是弟子 就是收弟子的时候 台长告诉大家 龙天护法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观世音菩萨来了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生来了 对不对 你们在博客上曾经看见 有一个香港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 邱 邱足贤 这个小伙子曾经 看见台长的法身 在香港 看见台长的法身 他在念经 看见台长的法身 坐在他对面 你知道 一般的人 扫一扫一看 哎呀 台长来了 对不对 你知道 我的一个徒弟 八十二岁 他看见台长法身 在念经的时候 哎呀 师父来了 你好师父 一看没了 也就几秒钟的事情 你知道 这个小伙子 能看多少时间 两小时 两小时台长在香港 坐在他对面 就是念经了 真吓死人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这个小伙子 台长不是告诉你们 我在收地址的时候 龙天护法 观世音菩萨来 而且有三十二应声 他全看见了 看见之后 他稿子都写出来了 我把这么重要的 昨天的这么殊胜 来了多少人 他全部写出来 我念一点点给你们听 大家要不要听 自己有缘 见到观世音菩萨 特将法会中 自己所见所闻 与众同修 及有缘之人分享 我是挑的啊 早上在六楼宴会厅内 办理登记拜师手续的时候 贺兰发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已经在现场 他一身白色的束缚 大约五成楼高 他站在佛坛上站着 上手的左位 有迦兰菩萨 前兰菩萨 下手右位置 有维陀菩萨 另外每边分别 有四位金刚菩萨站住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护把神却显出 树木威武 整个会场 真的很神圣 庄严 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啊 精彩的来了 越来越精彩 挺好啊 这是台长看到 我本来不愿意讲给你们听 我就大概讲了一讲 但是没想到 这小伙子很厉害 可能他以后会成为 卢副台长 中午培训时间前 在六楼宴会厅的 门外等候时间 看见有两位 手持兵器的护法神守住 就在门口 他说 我有跟几位同修说 门外有两位护法神 在站岗 有两位同修不愿而同 慢慢地看到了护法神 就是除了他之外 又有两位看见了护法神 接下来 我很好奇 我用自己的天眼 带引号 实际上 他是看得见的 台长证实他看得见 他说 我用天眼 看着看宴会厅里 到底拜师仪式是什么样的 我用天眼 冲到了门外 却被护法神拦住 第三次我还要冲的时候 护法神用兵器指着我 并跟我说 站住 我的妈呀 这小子担子也太大了吧 台长没把他教育好 然后 那位 我就跟护法神说 对不起 我攻身而退 唯有热铁期待 拜师的仪式来临 因为诸天菩萨驾到 又有护法神来护法 同修真的要保持肃静 不要乱跑乱叫 他看见了 但是很多人不懂 在门口 打打打打讲 这么多的护法神 你们看不见啊 我跟你们说 你们在这里做功德 好好的守积旅 好好的做好人 念经 比平时在家里念经 不知道要多多少倍了 为什么叫你们在这里 做功德厉害啊 想都不要乱想啊 还敢乱吼乱叫 真傻得不得了 台长有时候着急 为什么 你看我在广播里 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着急不着急啊 因为我看得见啊 你们看不见 那么看见人 当然着急了 爸爸妈妈带小孩子 出去的时候 爸爸妈妈看见车 来人往的 小孩子往前走 你说爸爸妈妈不着急吗 对不对 对不对 牛了 成为台长的弟子了 鼓掌特别响 还不知道怎么混进来 看看啊 接下来精彩的地方来了 天眼 我进入了培训区的时候 我的天眼睁不开一样的 睁不开似的 很白很光亮 定下心绳的时候 慢慢呈现了庄严的景象 中央就这个地方 原本是很白很光亮的地方 终于呈现了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的法像 牵手牵眼闪着白色 云霞般的能量 突然间又变了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白衣 观世音菩萨的法像 不久又变了 齐龙的观音 不久又变了 池连观音 于兰观音 等很多观世音菩萨的法像 我都数不清啊 我只能用一个妙字来形容啊 跟台长昨天说的 三十二法像 一模一样 你们多幸运了 你们能够伟大的 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多幸运 今天我在拜师的时候 还有一位 一位那个佛友 还告诉我说 卢台长我看见 观世音菩萨 你昨天晚上讲 在讲台上的时候 是释迦摩尼佛 站在你的头上 两边是 一尊是这尊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位是 白衣大师观世音菩萨 台长不说 让人家说 更有说服力 对不对 中间两边排着护法绳 就这两边了 排着护法绳 现在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他写出来了 我就讲给你们听 中边这两边 排着都是护法绳 各个威武庄严 后面一排是文官 他们坐着 他们的案前 就是桌子叫案 就是符案子 就是写东西 案前 全部在很忙地在工作 在很忙地工作 在两边的文官 然后后面一排是无数身穿着黄色袈裟的罗汉 最特别的是两边各有一个阁楼 有很多菩萨和不同宗教的神仙在观礼寺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么多的高僧大德 前来护法 他们就会把无数的皇室 加沙的罗汉 全部带过来 也可以把菩萨 也可以带到这里来 以为没了对不对 还有精彩的呢 这个人文笔不错 台长看到了就不讲了 他全描绘了详详细细 我都没想到 香港啊 这个小伙子真的厉害 再讲啊 大家要听不要听啊 跟你们息息相关啊 就在你们身边啊 当卢台长为他们加持的时候 卢台长的身后 我在拜师区的185个位置 卢台长的身后的牵手牵沿观世音菩萨 散发出强大的力量 然后每一位弟子都被师父拖上了天 不得了了 我看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当时把他们全部拖上天 有多少人都上去了 很多人的反馈 自己都知道自己上去了 最绝的就是我的一个徒弟 叫荣荣 他在边上也在合掌 他眼睛也闭起来 师父在拖的时候 他眼睛闭起来 结果他就说 感觉像风呼呼这么来吹 拖得云层 云层再云层 好了 看见了 亭台楼阁了 然后就看见菩萨了 所以跟他讲的一模一样 我讲给你们听 他说 都给师父拖了到天上去 见过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就是拖到上面 就见到观世音菩萨了 所以今天 你们听好了 接下去 翔帆 就是 翔翔一帆之后 就是我把你们不是拖上去之后吗 你们在天上看见观世音菩萨 叫他写的用的文字叫 豪翔一帆以后 再回到他们本来的拜殿的位置上 由于同修们的修持不同 加上个人有个人的业障 所以卢台长真的用了很多的能量 真正忠心尊重师父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的菩萨心怀 这个就鼓掌少一点了 台长为众生活着 鼓掌鼓了我少一点 我就多一点功德 好 以为没了吧 还想听吗 我变成说 说给你们听了 让你们法喜充满了 因为我现在说的时候 护法神和观世音菩萨在上面很开心 你们看不见 我告诉你是菩萨的 我告诉你们 需要你们好好修啊 因为明天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家里带来的 还不是很相信的 有的人刚刚开始学 如果我说这些 可能呢 他们觉得 哎呀 这个是说什么 所以就有意念 杂念出来 反而对他们不好 所以今天 你们都是佛友 你们都是有修之人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当轮到我们拜师的时候 已经很晚 卢台长集体加持弟子 当卢台长加持的时候 我 他说他自己了 就是怎么上天的 我乘着刚练习好的莲花 他拿到一朵莲花 以光一样的速度 我告诉你们 科学家早就讲过了 光子时代 现在是光子时代 而不是原子时代 所以光速比声音 比原子还要快 所以他说 他以光速就这么上去了 他说 像白色的光一样 冲到很亮的地方 然后慢慢见到了 白云之下的仙境 仙境之间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正端坐在那里 两面是轻轻的翠足 实际上就是子足临终 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 倒在甘露于我身 感觉就是给他甘露 倒在他身上 感觉像是冲凉似的 你看香港人讲洗澡叫冲凉 没错吧 对不对啊 我们大陆路人叫洗澡 他叫冲凉 然后呢 他说 然后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很温热地叫了我的名字 然后叫向我说 好好度人 台长跟你们说 菩萨每次跟我讲话的声音 我今天跟 我今天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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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师 我今天也讲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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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辉马师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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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吗 这个 这个导演怎么这么厉害的 他们怎么 写出来的 电影里面的 观世音菩萨说话声音 就跟我 听到观世音菩萨 声音一模一样 他很直辈 他讲出来的话就是 徒儿 你要好好修心 时间不等人 哎呀 跟母亲一样 真的 不一定每个母亲 都能够讲出这种声音 很多母亲很凶啊 过去 你过来 你再敢讲呢 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母亲 是观世音菩萨 父母亲养了我们的肉身 而真正能够让我们 教育我们 能够培养我们的 那是观世音菩萨 这位母亲啊 所以 台长 说 我向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他应允叩首 同时也见到 其他的莲花 也陆陆续续飞到了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说 今天和昨天拜师的人 除了自己 上去之后 他又看见 其他的人 也上去了 那么听好了啊 他说 有的见到 同修的面孔 就是一起拜师的 同修面孔 比如 在我旁边 一起参加拜师的 我的姨妈 也上去了 他说 观世音菩萨 对被台长 拖上去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 祝福啊 你们 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你们今天 拜了师的人 回家做做梦 看看能不能 回忆起来 因为如果你们 眼睛看不到 你们从梦中 可以感受到 或者从这意想当中 可以感受到 那么 去过之后了 现在 马上就要结束了 说回来了 我乘着莲花 回来之后 我感觉有一道 温暖的暖流 从头灌入到身中 此时 我又 神回来了 看见了 卢台长 正跟大家一起 在加持 我的心突然觉得 很温暖 久久不散 拜师一世之后 跟其他的同修 分享以上的法系 我相信 有很多来自 五湖四海的同修们 都在拜师一世当中 一样感受到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的加持 他说 以上只是 我不可思议的经历 在此 我只是抛砖引运 希望其他同修 也投稿 让千千万万 有缘众生 感受到心灵法门 是末法时代的 不二法门 他最后讲一世 以上即使本人 亲生所见所闻 并无虚言 并无虚言妄于香港 邱竹贤 师父觉得 学佛要人相信 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难的是要一辈子相信 你看看 我们的法师都不容易 他们出家了 他们是比丘 成为比丘比丘女 他们为了这个信念 他们一直就这么下去 而我们的人呢 经常信信不信 信信不信 这就是为什么 学佛学不好 度众度不好的原因 所以真正要懂得 学佛的人 要懂得 能够把自己的心 要定下来 心定下来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戒定会 定是第二个 有戒才能定 有定才能产生智慧 我们现在的人 为什么没有智慧 为什么碰到事情就着急 为什么碰到事情就措手不及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智慧哪里来的 靠的是戒 戒是什么 不该做的 不能做 不该看的 不能做的 不能想的 都不能想 所以戒律是根本 所以学佛人就必须 要懂得戒 台长跟大家讲一句比较深的佛法 很多人说 有没有境界啊 这个人有没有境界啊 那个人有没有境界啊 对了 我有 这个人说 我有菩萨的境界 我有佛的境界 你们知道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 最高的境界 是没有境界 那 单单这句话 虽然在鼓掌 我就听到一半人的声音 因为还有一半人没听懂 那么 叫卢台长 用白话佛法解释一下 给大家听 最高的境界 是没有境界 什么意思 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 看见一个老妈妈 摔倒了 我有善心 我有菩萨的境界 哎呀 我要去帮助她呀 有境界吗 我要把她扶起来呀 有境界吗 有吧 对了 这叫 有境界 对不对啊 境界好吗 好 帮助人家 学佛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 没有境界 人家一摔下去 你讲话都不要讲 想都不会想 主动的就上去了 这就叫没有境界了 好事情 还要去想吗 好事情 直接就做出来了 观世音菩萨要救人 还要想一想 我要救众生啊 没的事 直接就救了 对不对 反话佛法好不好 听得懂了吧 掌声多了吧 听懂了呀 所以也难为了很多大法师 因为很多居士 在家里 他们呢 平时上班下班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接触很多佛法 佛经 博大今生 他讲的那些佛法 你们听不懂啊 上去一讲文言文 很多人 像我们在海外 小孩子 中文都不会的 小孩子 你跟他讲中文 他能跟你讲话 你说你写一写 全是文盲啊 写出来英文好得不得了 中文不懂啊 怎么样把中国的文化能够弘扬 能够光大呢 怎么样把几千年的佛法 能够推动到全世界呢 这么好的佛法 大家都喜欢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弘扬呢 台长现在就是 弘扬佛法的一艘小船 我希望你们跟着我 每人开一艘船 那是个舰队 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人怎么样使自己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舒服 大家想想看 有什么办法 忏悔 一个人越忏悔 他越轻松 越觉得 哎呀我做错了 我对不起他了 他越开心啊 因为他本来恨人家 他心里难过 他忏悔 我也有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也有做了对不起的 算了算了 原谅人家 忏悔了 他心里越来越轻松 所以菩萨教给我们 要忏悔 要懂得忏悔啊 对不对啊 欺佛灭罪真言 是小忏悔 我们要大忏悔了 那么再加个文 叫大忏悔文 台长又要跟大家讲道理了 讲给他听 为什么呢 这个白话佛法 就是这个 这个非常好 为什么 比方说 大忏悔文 你们看看大忏悔文里面 有多少菩萨 对不对啊 那么 用现代的话来讲 台长讲白话佛法了 如果你做错了 你跟一个人说 对不起 你说 如果你做错很多事情 你对不起很多的人 你跟一个人说 对不起的话 你说 人家能原谅你吗 对不对啊 很多人都不能原谅你 你自己都不能原谅你自己 如果你跟所有的菩萨都说 菩萨 我做错了 我改了 我真的以后不会再做了 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菩萨 全部按照现代话说 全部都知道了之后 你这个灭障 不就消掉了吗 所以台长叫人家念 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很多人说 卢台长太长了 太长什么 人家法师念起来的经文 多长啊 长得不得了的 但是我们凡人念这些经文 一会儿做点事情 一会儿停下来 是很长 但是当台长告诉你们 礼佛大忏悔文的重要性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觉得长了 因为当你们念完之后 你们的心里会舒服 会越来越轻松 大家听得懂吗 要用智慧去展化人间的烦恼 就是先要忏悔 说我做错了 然后你就没烦恼了 比方说夫妻两个人吵架在家里 你不理他 他不理你 对不对 好 讲话也不想讲 嘴巴里说 你不要再讲一句话了 我不想跟你再讲了 对方说 好 你也不要讲了 两个人虽然当时不讲话了 但是都憋着心里 都难受啊 心里 不停地有话出来 想讲 想骂 想说 但是呢 因为大家约法三章 说不能再讲了 所以大家不讲了 但是闷在心里难过吗 时间长了 他一定出毛病 所以先要忏悔 哎呀 可能先生回来今天累了 可能单位里被老板欺负了 或者可能今天我原谅他吧 我自己刚刚态度也不好 所以他呢 现在不开心了 你先忏悔自己 接下来 哎呀 好了好了 今天事情就算我不对吧 那那那 多烧几个菜给你吃吃吧 开心了 解决了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不开心 不开心之后还要报复 你今天骂我啊 还要叫我烧菜给你吃 我不闲死你呢 听得懂吗 那人的气量就小到这种地方了 叫无仇 无仇也要报 有仇更要报 对不对啊 渊渊相报 何时了啊 两一战争打了几十年 他的孩子生出来就打仗 一直到死了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打光了 轮到他这么小 照样拿起枪要打仗 你说哪一天是尽头啊 只有化解才是尽头 那么大家知道 化解念什么经啊 好了 念念经嘛就好了 不很简单的吗 对不对啊 那么台长呢 告诉大家 现在啊地震啊 每天啊台长几乎经常看 那个叫中国地震网 中国地震网很清楚的 一天的地震是两个小地震 两个小地震是平均4.3级和3.8级 但是呢一个星期有一次大地震 你们想想看 在过去有没有这么频繁 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 他天天生病 天天生病 他的体质越来越弱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 用佛法界讲叫成住坏空 现在这个地球已经到了坏的时候了 很快可能就要空了 英国的那个天文学家霍金曾经通过科学的推算 他谈出了一个论点 是整个这个地球还有两百年左右的生命力 两百年也就是说我们孩子的孩子 他们就面临的全部要没有了 不是台长说的啊 台长如果听到有什么什么什么指示 那个时候我在说 但是台长从来不说的 这是请不要忘记 是霍金说的啊 他不是姓霍 他英文名字叫Hawking 听得懂吗 你们不要讲卢台长讲的啊 我没讲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赶快相信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不相信 你们知道吗 单单在上海 现在下面有多少上海人啊 那上海人举手 哇 看见了吗 厉害吗 哇 看上海人厉害吗 哎呀 还鼓掌吗 就免了吧 我告诉你 接下来讲给你们听上海的事情 上海每年死予肠 死予肠癌的人 是三万五千人 不要鼓掌了吧 手也伸不上来了吧 我告诉你 收人收的厉害呢 大家想想了 真的 啊 昨天还有一个事情还没告诉大家呢 星导报 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每年车祸死亡人数的统计是一百二十七万人 受的厉害吧 你们以为你们太平啊 想想看吧 谁能保护我们啊 有人了吗 算了 只有观世音菩萨 我希望你们把我们唯一能保护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求求他 好好地念经吧 生死无常 很多人对佛法不了解 一听到佛法界的很多人说 哎呀 法师他们怎么搞的 哎呀 他们是消极的嘛 哎呦 他们你看人都 生命都不要 哎呀 他们就早点想走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 佛法不是消极的 是积极的 为什么讲给你们听 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将来 他们知道在人间是停留不长的 是一个旅游点 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这个世界他们找到了 所以他们在修 而我们很多人以为在人间 我们要好好地把这个家要弄好 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说白话佛法的时候 经常说过一句话 我们到美国去旅游 给我一个月的假期 我们住在礼店里 哎呀 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 这里扫个冰箱 那里扫盆花 哎这里我把它弄弄好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等到一个月来临的时候 你所布置的一切 还有吗 还存在吗 那是临时的 那是战时的 所以台长叫你们不要去布置 现在在人间 我把家呀 全部粉刷呀 这个地方弄 那个地方弄 等到你眼睛一眨 你就六十七十了 这个时候你一事无成 你最后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双腿一蹬 奔向真空 佛法讲 涅槃 你们是什么 两个字 很深奥两个字 死了 听得懂吗 死了吗 接下来 学佛了 还要来找台长 路台长啊 你帮我妈妈看看好吧 现在在哪里 我的工作又多起来了 要靠你们自己 把他们超度掉 台长 记住 每一个人身体都会生病 那么台长 为什么能够帮助大家呢 因为我能让大家 好好地学博之后 能够离苦得乐 台长曾经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同修的父亲啊 他生了脑溢血 而且是植物人了 大家知道成为植物人 是很难醒过来的 对不对啊 昏迷不醒 当天晚上发了邮件 然后 台长当天晚上就给他回复了 说要49张小房子 叫他放声 狂放声 要狂念大悲咒 要许大愿 一开始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 跟他说不可能了 醒来也是植物人 没有救了 奇迹发生了 他的父亲 醒过来了 现在拍的片子 血压 脑神经 什么全部都正常 然后 他说 有一天 他做到了梦 就是他爸爸在生病的时候 他做到梦 观思音菩萨 阿弥陀佛 踩着祥云过来了 阿弥陀佛也来了 也还是我们因为这位佛友 他念的也是小房子 阿弥陀佛照样来接他 来看他 想不想听听真实的录音啊 你们不要以为台长在东方 好 放录音给他们听 分享一件 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就是 有一个同修 他父亲 脑欲血 就愿 就是昏迷不醒 阿弥陀佛 然后医生 医生说是植物人 然后我就 他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 当天晚上发个邮件 然后您当天晚上就 就回复了 阿弥陀佛 所以他需要 49张小房子 然后狂放生 狂念大悲咒 对 徐大院 告诉他了 然后现在 他父亲醒过来了 哎呦 拍片子 然后那个血压 什么都正常了 哎呦 不容易啊 心理开始都已经 放弃治疗了 说不可能了 你这血压也是植物人 没有治疗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 千万别放弃 我说你一定要 狂念狂念 不停地念 然后最后 昨天 就在昨天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拍片子 什么都正常了 医生说 哎呦 怎么会这样的呢 奇迹啊 这都是奇迹 这都是普通保佑的呀 对呀 然后他说 现在拍那个片子 都已经正常了 说 这这种情况 它有可能会完全好的 嗯 完全好 我告诉你脑医学 很难好的 对呀 然后医生 现在说有希望了 说可能会全部好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恭喜恭喜 他跟我讲 他做梦 梦 有一天梦 梦到那个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踩着祥云过来了 哎呀 在家里做功德做的 他说 是不是我看 那个罗台长书 看的 我说不可能 我说我天天看 我还做不到菩萨呀 哈哈哈哈 假的 是不是真的 你们跟台长学的 哪个人没感应啊 讲给我听 有感应的 全部举手 看见了吗 你们举了手 掌声没了 鼓掌 发喜充满 大家跟台长一起 开心不开心啊 关心不在边上 开心不开心啊 哎 妙法救度众生 就是我们末法时期 最重要的一个道 很多法师也是 很会说说笑话 很幽默 他的很多信众 哎 就跟他很有缘 投缘 如果你一本正经的 那说说看 你怎么度众啊 对不对啊 你们是什么样子 菩萨就以什么样子 来救你们 对不对啊 佛法界叫什么 你什么神得什么度啊 对不对啊 要度人 要跟人家放下 要跟人家一样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要在心中 筑成一道墙 台长这是教你们 很好的方法啊 这都是菩萨语言啊 很多人不知道 说我们有时候啊 在心中啊 碰到事情来了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好坏 我们有时候碰到 杂念来了 我们就是抵挡不住 那么台长教你们方法 就是在心中啊 筑成一道墙 这道墙是什么呢 就是像电脑上的 叫防火墙一样的 有病毒进来了 它就把你挡掉 那么我们这道墙 就是佛菩萨的墙 它来挡掉 还来化解你 人间所有碰到的障碍 而这道墙 是怎么能够 在心中筑起的呢 简单的不得了 就是佛法里边听听讲的 戒掉贪 想一点 对了 谢谢大家 贪什么 恨什么 小时候恨了这么多的人 现在你们还记得吗 爸爸妈妈打我们的时候 你恨不恨啊 现在还会恨吗 爸爸妈妈死的时候 哭都来不及 去恨什么 邻居跟你不好 过一段时间 邻居搬走了 恨什么 对不对啊 贪什么 为了一点名利 想想看 很多纺织女工 那个时候 为了加五块钱的奖金 打得脸都打出血出来了 恨得回到家里 我听到一个事情啊 一个纺织女工 为了五块钱 被人家拿走 没有加到奖金 最后 把这个 跟他争斗的 那个女的名字 写个条 放在这个门的 凤边下 然后 今天关门 开门 关门 开门 什么意思啊 他说 我要把他压扁 你想想看 人的境界 人的心态 是如此的 狭隘 狭窄 看看我们伟大的 观世音菩萨 再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还愿意去贪吗 够了 够吃 够住 够用 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不要去贪 不要去恨人家 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 所以佛法讲啊 对不对啊 金刚经里面说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对不对啊 过去不可得 有什么好想的 过去就过去了 对不对啊 还想着过去 一想起就称恨 一想起难过 这简直就像动物 所以我们要学佛 要做人 我们要做得 人像人 我们越做越好人 人越做越好人 他的善良的心 就越来越多 善良的东西越多 就给他心中 造成块福田 在这块福田上 种成福的 佛的果子 那么你 就是 佛的种子 今天 台长说你们 如果你们已经悟道了 你们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叫悟道之人 我们现在懂得佛法了 我们懂得悟开悟了 悟道之人 逢苦不忧 苦的时候 我们明白了 这是我孽障 我不担忧 得失重圆 今天得到了 和失去了 随缘吧 没有关系的 失去就失去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一个人在人间 吃不尽的亏 占不完的便宜 这里吃亏了 那里赚便宜了 那里赚便宜了 那里有吃亏 哪有什么平衡啊 随缘 心无争减 名顺于道 名是什么 名间 名府的名 名顺于道 你连自己在 不缺德 不缺因德 叫名顺于道 我也 在暗中 也是在这个道上走的 在这个佛道上 我不在背后 作弄人家 按弄人家 这个叫名顺于道 就是说我背后 人家说缺因德的事情 我也不做 你就是在这个佛道上面 然后 转凡成圣 我们是凡人 我们要转完圣人 记住 最后四个字 既心既佛 你的心 就是佛 佛的心 就是你 你成功了 台长 台长现在 弘扬 中国禅文化 台长让 这么小的小孩 六岁 八岁 就开始念经 实际上 就是因为 他们前世 都是有修为的人 都是念过经的人 所以 要启发 他们的本性 和本来的智慧 来 让他们懂得 在人间 来消除自己的业障 共奔私圣 共登极乐 那么 总要留点时间 给很多人看看 很多人 看见台长呢 看图灯 总要看 实际上 台长说呢 看图灯 是明天 一号 下午 更精彩 台长 准备了 一点精彩的东西 明天呢 再跟大家讲 今天呢 不讲了 实际上 你们知道吗 我 我 看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比方说 在普陀山 有一个 普陀山 不是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道场吗 你们知道吗 在天上 就有一个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也是像普陀山一样的 听得懂吗 我讲这句话 什么意思 明白吗 因为你们 现在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 这个 灵啊 观世音菩萨 他全部可以把你们 拉到天上去 你们现在说 法喜不法喜 充满不充满 加起来一起讲 法喜充满 好啊 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 我们就是要这么救 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一个算一个 因为很多人不相信 菩萨也没有办法 那么无缘 而现在 观世音菩萨 跟台长讲 跟所有的众生讲 我们要救度 有缘众生 你们今天来了 就是跟佛有缘 你们今天来了 就是有佛缘的人 就是要救度你们 感谢 感谢观看